我今天是來抱怨你 我今天想要剪頭髮 但是我沒有找個固定習慣的設計師 因為在台北有點太遠了 所以我就領口就地解決 沒有指定設計師 隨便找了一家 體驗非常糟 非他媽的長糟 好我先從洗頭開始 洗頭那個助理 洗頭小妹戳得非常大力 我的頭髮呢不知道為什麼 被戳到直接打結了 然後被硬扯 非常不舒服 然後也沒有什麼表示 然後吹頭髮的時候呢 吹得很大力 剝這個瀏海的時候呢 我瀏海直接插到我的眼球 啪了一下 整個眼球紅掉 我整顆眼球他媽的 紅他媽的掉 我的反應很大 因為我真的很痛 我是這樣戳到的 所以我一定瞎的都看得出來 我有被戳到不舒服 沒有任何表示 沒有任何反應 然後我有跟設計師反應說 就是有弄到 整顆眼睛是紅掉的 然後呢 他跟我說 他跟我說 他沒跟我講 我沒看到 沒了嗎 就這樣 沒有任何其他 然後 蛤 好再來是剪瀏海 剪瀏海的部分 來各位 我先 就是 輸下來 你們看到這邊 你知道這邊的頭髮為什麼 看起來這麼可憐嗎 大家都知道我有雄性凸 這沒有問題的 這雄性凸就是病 但是我這邊的頭髮 就留著是來 拿來遮就是這邊的M字 那這邊的瀏海是拿來遮我這邊的M字 但我他媽的遮不住 為什麼呢 因為被幹他媽的剃掉 這三小啦 余果名為 這什麼鬼啦 我沒有辦法遮住 你知道為何嗎 因為這邊被 就是 被他的那個打包剪 剪 他怎麼剪 就是 撥過去 然後這樣子 夾起來之後呢 拿大包剪在這邊修 然後呢 我這個腳腳就直接不見了耶 這邊就直接不見了 你知道撥一撥就可以 大陸巡奇 你看這邊有塊大陸 幹你娘子 現在怎麼辦呢 沒怎麼辦 就是等他留 等他長 等他這邊的頭髮遮得住為止 體驗非常非常之糟糕 幹你娘子